嗨,大家好,我是秀叔娘 今天我从老家带了这么多的香椿回来 今天我们拿一些嫩的香椿做一道美食 一起来看看吧 香椿别炒鸡蛋了,这样做太香了 先将香椿清洗干净 锅内加水烧开,放入洗净的香椿 焯一下水,这样可以去除香椿所含的亚硝酸盐 香椿变滤后,再焯水30秒 将香椿老出放入盆中 清洗两遍,然后挤干水分 将香椿放在案板上,切成小粒 再剁一下,剁成香椿末 取一个盆,加入适量的五花肉馅 加入适量的葱姜末,加入适量的盐 加入适量的生抽,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滴两滴香油,加入适量料酒 朝一个方向搅拌至肉馅上进 搅拌至肉馅上进以后,腌制20分钟 然后,将剁碎的香椿末放入盆中 再加点食用油,少加点盐 搅拌均匀 调好的面,饧发20分钟 揉一下,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撒点干面粉搓均匀 这样面剂不容易摘案板 用双手将面剂按压一下 取一个面剂 用擀面杖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饺子皮 取一个饺子皮拖在手中,放入适量的菜馅 将两边揪起捏紧 双手虎口处按压一下 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锅内加水烧开 下入饺子,用漏勺推动一下 防止饺子粘锅底 加两次凉水煮三个开 煮至饺子皮鼓起 饺子就煮熟了 用香椿包的饺子口味独特 香香美味 吃着特别香 现在正是吃香川的季节 大家记得做给家人吃哦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明天见